現場救救我 現場救救我 我需要的是冷氣 我是冷氣 台北鎮中午36度高溫 大太陽下教師團體吃便當熱到 汗流夾背 就是要模擬部分縣市中小學生 在教室裡中午沒冷氣吹 有多難熬 教室裡面也會產生一種現象 就是有錢的冷氣吹下去 沒錢的熱汗就吞下去 北市小學教室開冷氣 學生更能專注學習 對比北市中小學目前九成 預計明年就能斑斑有冷氣 但在桃園四成 台中兩成五 台南高雄更是只有一到兩成的 中小學教室有裝冷氣 冷氣貧富差距 家住桃園的張媽媽就說 她國小一年級的女兒 每天上課都熱到受不了 就是說因為哥哥讀國中 哥哥現在是有冷氣的 但是妹妹就沒有 所以他會覺得說 他不要再讀國小了 搭腳的稅都是一樣的 應該要趕快把錢 撥給地方政府 其實縣市政府估算過 台中中小學教室要全面裝冷氣 還差一萬間教室要25億 台南說要13億 能否由中央補助 政院回應已經請教育部提計畫 列入前瞻的第二期經費 但教團就怕流程遙遙無期 小朋友的汗只能繼續低 記者周天杰成進一台北 蔡富報道